大家好,我是可乐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经典科幻美剧 X答案第六季的第十一集 《赋予紫上》 这集故事以西艳南的视角叙述神秘组织的由来 以及他们背后的秘密 在一家车厢内 几名医生正在进行一箱手术 他们在试验品身上切开一个伤口 伤口渗出了绿色的血液 紧接着伤口很快自行修复 他们立即将这个消息通知了组织的奥彭赛博士 告诉他这些年一直研究的人类与外线人的混血终于成功了 几名医生打算收工庆祝一下 没想到一下车就遇到了外星人叛军五脸人 五脸人们手持武器将现场的科学家们全部活活烧死 但是他们却留下了实验台上的外星混血 镜头拉近 这个唯一成功的试验品居然是斯潘德的母亲卡珊卓 他在一年前被外星UFO绑架 随后就被交给了神秘组织进行外星混血实验 第二天FBI立即赶到了事发现场 斯潘德失踪一年的母亲安然无恙 毕竟是外星混血 就算受点伤 这自愈能力也是杠杠的 母子重逢让斯潘德非常高兴 但是此刻母亲却称想见穆德 为了母亲 斯潘德只能拉下脸找到了死对头穆德 斯潘德很想知道母亲这一年经历了什么 但是却不愿意相信外星生命存在的事实 画面一转西安南来到医院 见到了重伤的奥彭赛博士 博士告诉西安南 他本来是想按照约定杀死卡珊卓 但是没想到这个时候无脸人赶来阻止了他们的行动 西安南害怕FBI会找到奥彭赛问话 到时候暴露自己的组织 于是关掉了博士的氧气 西安南知道外星叛军之所以留下斯潘德的母亲卡珊卓 是为了人类能够早日得知组织背后的恶行 那么到底是什么恶行 必须要由卡珊卓来揭露呢 叛军很快化身成死去的奥彭赛博士 杀死了组织的另一位核心成员 并变换成了她的样子 看样子无脸人是打算由内部瓦解这个组织 画面转到戴娜 她来到医院探望斯潘德的母亲卡珊卓 卡珊卓原本下肢瘫痪 现在却能够下地行走 戴娜带卡珊卓会见了穆德 卡珊卓说这次被绑架的过程中 看见了穆德失踪二十几年的妹妹 她说外星人真的存在并且来者不善 他们一直都计划消灭人类 入侵地球 而他们的武器就是黑油病毒 黑油病毒是他们存在的形态 外星叛军们为了抵御黑油病毒 不惜自毁容貌 成为了无脸人 而他的前夫也就是西安南 就是外星人的傀儡 他所领导的神秘组织 一直都在替外星人卖命 画面一转组织高层们正在进行会议 他们从罗斯威尔事件之后 就与外星人达成了协议 不想凭空杀出了一只外星叛军 叛军摧毁了他们位于墨西哥的研究基地 组织就如何应对产生了分歧 穆德带着戴娜潜入了斯潘德的办公室 调出了西安南的资料 得知西安南叫做C级B 可不想被斯潘德发现 斯潘德将此事告知了上级 使得穆德和戴娜遭到了停职处分 斯潘德会见了自己的父亲西安南 这段日子他一直对西安南言听计从 可他却一直不知道西安南的组织 到底是做什么的 当他得知母亲被绑架与西安南有关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父子俩产生了激烈争吵 西安南扶持斯潘德 只是为了压制穆德 不过现在看来斯潘德和穆德 差的不是一心半点 丹娜没有查找到西安南的资料 倒是找到了一张西安南的老照片 照片上是西安南和穆德的父亲 除此之外 穆德还得知西安南的前妻卡珊卓 在二十几年前就曾遭遇过外星人绑架 他被绑架的日子和穆德妹妹失踪的日子 是同一天 简单来说就是穆德的父亲 曾经和西安南是一伙的 两个人一个失踪了妻子 一个失踪了女儿 哪有这么巧的事 西安南知道外星叛军使用易容术混进了组织内部 于是将能够杀死外星人的武器 交给了儿子斯潘德 让亚历克斯带着斯潘德消灭这个伪装者 可不想着斯潘德不中用啊 不但没将武器刺入外星叛军的后脑 还差一点被一波反杀 幸亏亚历克斯及时赶到 将冰锥刺入了叛军的后脑 才解救了斯潘德 斯潘德望着化成泡沫的尸体 终于相信了外星人存在的事实 亚历克斯向斯潘德透露 他的母亲是西安南特意交出来做试验品的 这是一项和外星人合作的计划 斯潘德并不了解整个计划是什么 但是他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参与这项计划 西安南从不信任任何人 他隐约察觉到儿子将会背叛 于是他找来了自己的亲信 向亲信诉说了他们组织与外星人的计划 希望亲信能够协助他铲除这条计划路上的绊脚石 而他的亲信居然是穆德的前女友碧池姐 呃呃不 我们以后就叫他前任姐 我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 穆德在家中约见了秃顶上司 他大概理清了事情脉络 那就是50年前 西安南的神秘组织与外星人达成协议 为外星人培育人类与外星的混血 待混血培育成功之后 外星人将会开展殖民计划 消灭人类攻占地球 作为回报 组织成员和他们的家人都将在殖民后活下来 斯潘德的母亲卡珊卓就是培育成功的混血 不过组织成员现在就交出卡珊卓产生了分歧 有成员甚至想杀死卡珊卓 斯潘德来到医院想带走母亲 却发现母亲失踪了 原来他一个人找到了穆德 卡珊卓看起来非常惊慌 他说千万不能让神秘组织找到自己 因为组织一旦把他交给外星人 殖民计划就会开始 他请求穆德杀死自己 某万想起了急速的敲门声 穆德在卡珊卓的请求下 向他举起了手枪 以上就是负与子上级的剧情 X档的主线剧情一共拖沓了六季半 这集终于有了重大进展 神秘组织一直以来的计划和目标 也渐渐浮出了水面 西安南提到的罗斯威尔市 一次历史上的著名事件 1947年 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罗斯威尔市 发生了飞行物坠毁事件 美国军方对外宣称 坠毁物为实验性高空监控气球的残骸 但是世人都猜测坠落物为外星UFO 2014年11月24日 又出现美国专家放出的解剖外星人照片 底片冲洗时间和1947年 罗斯威尔事件实践一致 故事中将罗斯威尔事件定性为 外星人造访地球 也就是那时候 其组织与外星人达成了研究混血的合作协议 他们自知无法抵抗外星殖民 于是通过帮助外星人培育混血 来保住自己和家人一命 他们与外星人合作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那就是拖延时间 好偷摸研究出抵抗外星黑油病毒的疫苗 半路杀出的叛军使得组织内部出现动摇 叛军不但抵抗外星人 还打算连组织一同消灭 于是组织为了保全自己 决定把斯潘德的母亲交给外星人 让殖民开始 这也就是斯潘德的母亲为何坚持要穆德杀死她的原因 那么外星人的殖民能成功吗 斯潘德的母亲命运该何去何从 面对强大的外星敌人以及邪恶的神秘组织 穆德和丹娜又该如何应对 老规矩 今晚熬夜爆肝 明天同一时间把下集给你们更新出来 下一集将是神秘组织的负面 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看在我这么辛苦的份上 给个关注吧 给个三连吧 求求你们啦 鸣鸣鸣